大家好 今天来做一个青豆口馍 辣辣的 很喜欢 食一吃酥等于风一吃酥 食一日酥又八日风 我是奇善素食大厨 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素食烹饪心得 今天这道菜非常简单 先焯水 水开 把青豆倒下去 就是烫一下 二十秒可以捞起来了 好 烫完青豆烫蘑菇 蘑菇就要烫久一点点 烫它两三分钟吧 好烫好了把它捞出来 然后放入冷水中把它投凉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蘑菇改下刀 这个把是不要的 来我们来改下花刀 这个刀法叫做梳子刀法 切成一片一片的它要连着的 像把梳子一样 好大家看一下 切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非常漂亮 这个菌菇类都有点寒丝 我们来配点姜下去 这个姜切小粒就可以了 来我们先炒青豆先 锅内放一点点油 放点姜下去 好把这个姜轻轻爆一下 倒入青豆 这个时候呢我们把火关小一点点 做个简单的调味 只是放一点松茸线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用放 稍微的放有一点点开水 来大家看一下啊 很简单的 就是把水炒干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把它装起来这样 好来我们再次把火打开 把蘑菇放下去 煎它一下 这个时候呢我们先不要放姜 煎好了再放姜 要不这个时候你先放姜 那个姜煎到糊了 你这个蘑菇还没煎好 煎的时候我们可以用锅厂 轻轻摁一下 好我们煎好另一面的时候呢 可以撒上姜米 这个蘑菇呢我们也是来做一个简单的调味 很简单 放点松茸酥蚝油 再来点松茸鲜 好一点点就够了 好倒入一丢丢开始 让它稍微闷一下 好我们把水分闷干就可以关火了 好最后再来上一点现磨的胡椒粉 增加它的香味 如果你喜欢吃带汁的 你也可以放多一点水 勾点芡也可以 一清二白的 不只是只有青葱和豆腐 还有青豆鱼口馍 可能我胃里面有点寒气 我是很喜欢吃这个胡椒的味道 辣辣的很喜欢 这个口馍我放了松茸先去煎 真的有点像吃松茸的感觉 好鲜 这道菜虽然简单 但还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的 在煎这个蘑菇的时候呢 一定要是先煎蘑菇后放姜 煎的时候那个火小一点 不要把这个蘑菇给煎糊就好了 很简单 我的主页里面还有很多 很简单教你做素食的视频 如果你有喜欢的 欢迎您点赞转发 好简单的 请不吝点赞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